这是用那个函数的方式来做 函数的方式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需要怎么样 需要先把这些东西 预先把它填上去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没有编号 假如说你便要预先 做完之后要向它向下填满 当它有填满的时候 它才会有动作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填满 那这里面 你做了这个地方 它就不会自动帮你增加 所以一定要预先怎么样 预先已经有一个 这个公式在这边 它才会自动跳出来 没有的话 那就不会跳出来 所以这个缺点是在这里 会变成说有很多的 储存格里面看起来是没资料 但是里面其实还是有公式存在 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说 要把它改成用VBA的方式 这个地方也许你再 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卡住一键按住 也许我们把它另外再产生一个 用VBA再做一次好了 刚刚的部分是用函数的方式做 如果说我今天自动化 我希望我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而是利用什么 利用VBA 那VBA部分的话 特别处理 这个可能会有几个地方 会遇到状况 就是说 把这个先删掉 里面的东西先删掉 那第一个就是说 那我怎么知道 B栏里面有变动 那实际上 VBA的概念 比较是属于 所谓的事件驱动 所谓事件就是说 当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 它去做相对应的处理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知道什么 知道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原始资料 VBA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B栏 它如果说有变动的话 这个时候 它可能会告诉你几个讯息 第一个 变动的是哪一栏 第二个变动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或者哪一列 OK 那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相关讯息 去做对应的处理 OK 那大概观念是这样 那至于怎么实作 首先第一个 先切到那个visual basic这边来 第二个的话 你找到什么 找到对应的工作表 物件 特别是说 这个我们的对应的工作表 物件是原始资料 VBA这个 特别是 它的工作表物件 它有没有 是由它来管理 所以它们是对应的 明镇也会发现一模一样 所以记得第一个 请你把它点两下 第二个的话 这边一般的话 上面有一个一般 改成叫worksheet worksheet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 被怎么样呢 预设的事件是 selection change 是选举区域改变 不过其实我们应该 不是选举区域改变 而是什么 当它有改变 什么地方要改变 就是储存格有改变的时候 这个底下这个事件可以删掉 那它会告诉你什么 几个讯息 就是告诉你哪一个改变 用什么方式告诉你呢 用有一个 传进来有一个 有一个参数叫target 这个target 里面就告诉你说 到底哪一个 储存格变动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要透过它来做判断的话 当然你可以做一个 这边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if if什么呢 这个target 它这个target 它里面变动的 里面有个属性 你会发现target 这个target指的是 这上面这个 这个用一个引述的物件 告诉 里面的话有一个 点下去有一个蓝 因为我主要是要 知道说哪一蓝 B蓝的话 其实就是点下去 有一个叫color column的属性 co co打一下column 这个column如果等于2的话 表示说呢 被变动的 有没有 change嘛 被变动的那个 是第二蓝 then做什么事 enter两下 else 反之 做什么事 enter if 先把这个结构先打出来好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的这个意思就B蓝 B蓝有变动的话 那做什么 那其实就是做相对应的处理嘛 做什么 第一个把A蓝 同一蓝里面的A蓝做什么 编号 那编号什么逻辑是什么 sales 刮壶 哪一列 他问你说哪一列 那这个列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target去抓 因为我target变动的话 假如说变动是这个啦 有没有 这个储存格假如向下拉 他有change 对吧 他就会告诉你说 target里面的弱 这个列 是 所以这个 就会告诉你是1246 1246 列 逗点哪一蓝 A蓝 所以这边的话我给他一个A蓝 这个A蓝里面要放什么东西呢 等于 ok 等于干脆就是放什么 干脆就放这个好了 target row 加1就好了 ok 就是把那个 这个里面的 这个列号加1 也就是1246加 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个逻辑 ok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等于2的话 那他有change 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如果 假设我做完之后 这个L先不要加 那我可以做一个测试 应该可以了解我那个逻辑吧 就是当这个工作表 被改变 他会用什么target告诉你 哪一个被改变 那我由 当然我不确定说这样做 他能不能walk 那写完程式 你可以把游标 点一下这边 先加一个中段点 好再来观察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测试给各位看 就是第一个 我直接在这边去改变 假设是玩具好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我有触发了一个 change的事件 因为里面只有 反正只要工作表里面呢 有任何储存格有被改变 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OK 好触发之后 那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 这个 改变的是哪一栏 是不是第二栏 是第二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衣服 会为触 为触的话 那就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是 OK 那再来的话 他会告诉你列 哪一列 1246列 也没错 1246列 所以 的A栏 那我要给大家 把这个 1246 1246 然后这个-1 OK 所以这边 打错了 -1就可以了 好没关系 所以有时候 设那个中段点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 再去思考看看 打错了没关系 再改一下 好执行 你会发现 1245 5就输出了 不过 还有个问题 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他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 所以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 先做什么 先做那个format的文字 那一行的话 如果你忘记 没关系 他会在这边打一个 Lumber Format Local 然后呢 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 一个 小老鼠符号 放这边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文字 那记得 再把这个刮符 复制到上面来 因为如果你不复制的话 它是指的是 所有的储存格 都变成文字 OK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 再格式化一下 基本上 OK 跑一下 它直接结束了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来再试一下 这个假设在查 然后变动 这个地方的话 然后 一样我先让它跑一下 如果说变动了 在这个好了 OK 然后CD 停在这里 然后先格式化 再把资料丢过去 一二四起 没错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靠主对齐了 好 那可是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没问题 你就把这个中断点拿掉 再让它全部执行完 不然它每次都卡在那里 记得 它如果黄色的 把它全部执行就好了 好 可是 会有个问题 那有一种状况是 如果使用者 它反悔了 它按了什么 Delete 那理论上应该怎样 这边应该也要delete掉才对啊 对不对 所以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一样 就是你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那个column第二栏没错 但是再来就是说 如果那个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是空的话 那势必里面的资料也要把它清空 所以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我是已经写好了 这边 第一个 如判断这个 然后再来 有没有没错 那如果B栏是空的话 那就是用target.value 去判断说 你变动的那个储存格 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A栏清空 那当然等一下会讲到C栏 C栏的道理也是一样 C栏也要清空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做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点击它 它都出来 Delete 两个都清掉 OK 所以会有这两个 那如果在VVA里面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 先判断说 它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就把两个清空 反之的话呢 就是加上编号 那另外就是说呢 在C栏的部分呢 加上什么 等于V栏数 那B哪一列 你就加上哪一列 用target.ro 那后面这个好像品名的部分 我是改成品名对照表了 本来是叫做品名2 不过我这边改成这个品名对照表 这比较清楚 OK 那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就把这个 Ctrl C一下 OK 然后直接 这边 一样 那上面当然我有加上注解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注解 注解 注解顺便复制一下 这个 就自己稍微 参考一下 OK 就是E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 判断一下B栏是不是空的 那用这个方式去判断B栏 那这里当然因为它Column 回来的识会是个数字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不能给它一个B 因为判断会失败 所以记得是D几栏的意思 我要清空 OK 那反之的话就是从V6栏数 把它丢进去 然后去找一样第二栏 然后用完全比对的方式 OK 好做完之后的话 试一下 基本上呢 写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测试 那如果说我今天 把这个先删掉好了 OK 然后 试一下 如果它是茶叶的话 有没有 两个都过来了 那如果删掉的话 Delete 两个都删掉了 OK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这个VPA的版本最大的差别是 你这里面不需要预设给它公式 它是藉由什么 藉由当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它才去做适度的处理 所以当然如果你要再去看细节的话 设个中断点 点一下 玩具 玩具停下来了 你可以把游标放上去 配合F8 里面有资料 所以跳Ls 然后先格式化 有没有 把编号先输出 再来 这个查询的话 再来就查 再查询什么 查询 西兰 西兰把丢公 这个地方我是丢个公式 丢刚刚那个Vito兰素的公式 丢过来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这个里面的东西 实际上 就是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 就是我把刚刚的公式 拿来直接丢过来 这样会比较简单 不然你 当然你也可以再用查询的 不过我觉得逻辑会比较复杂 OK 好 那一样的方式 如果这个逻辑通的话 那再来就是说数量 一样嘛 我如果输入数量 假设输入50个 Enter过 它应该要自动带出我要的东西 不过因为我这边已经 预先写好这个公式 所以才会把公式先删掉 不然这个 他以为是已经写好 如果你公式没有 那当然就没有 OK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一样的道理的话 那同样的逻辑 在VBA里面 第一个 蓝 所以你要判断的蓝是 本来是第二蓝 现在改成第四蓝 所以程式的部分 就是一样你可以把上面这一段 干脆把它复制 贴到下面 然后变成 这边把它改成4 OK 然后我因为这边也有写好一段 其实就下面这个 判断低蓝 其实就把上面的把它复制 那记得头尾都要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略讲一下 OK 那原理原则都一样 就是如果它是第四蓝 就D蓝的话 那再判断说 它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把E蓝的资料也清空 反之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把C蓝的资料 C蓝的资料 有没有 这个是C蓝 乘上D蓝的资料 把这两个相乘的结果 放在E蓝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的方法 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输入 假设我今天清空 他一定是空的 但如果输入一个60 Enter Change 有没有 就有了 OK 那 同样的道理 所以最后的话可以这样 查页 然后我要 80个 Enter 也就有了 OK 那这个也是不需要 预先 把公式先放进去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刚刚的 这个完成的程式嘛 我也把它放在 我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 第二阶段 用VBA来处理 然后有编号 单价跟小技 那因为我阶段的 这个截图在上面 最后全部完成的程式码在这里 记得啊 这一段 他是在WalkshootChange 这个不是你自己打上 之前有同学 就是 直接很天才的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copy 然后想说 他贴哪里 他不知道 他就直接在模组上面 就直接贴上 然后一动 看起来好像 我就看了半天 好像也对耶 后来一看 原来他写在模组 特别是 写在模组完全是 不一样的回事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写在模组是 你要去执行 执行他才会动 那写在这边 意思就是说 当你有什么事件 发生的时候 他会去触发Change 这个事件 那会用Target的方式告诉你 所以有点互动的感觉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的难度是 当然是相对的比较高 可是 他的弹性比较大 因为你不需要 预先把公式 先输入在每一个出声歌里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我自己来做 如果把公式预先放在里面 虽然难度简单一些些 可是我觉得 这感觉 就有点 不是那么专业的感觉 OK 但是如果你要用专业一点的方法 的话 可能你必须要 了解一下 比较重要的是事件驱动 当 哪一个工作表 就是原始资料 我是有多一个VBA 所以我有把那个工作表先复制一个 刮胡VBA 当这个工作表被Change的时候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那当然分别就判断B欄 B欄里面 是不是B欄 第二个是B欄的 再判断说 他是把资料清空 还是说他是去选取某个资料 那如果是清空 你就把A欄跟C欄清空 不是的话呢 你就是帮他加编号 跟加去查一下 他的单价是多少 另外D欄就另外再起一个 所以这个部分 你当然未来 你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同学都在问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 这个绝对工作上 常常会用到 比如说你输入一个什么品名之后 其他资料 其他栏位资料 如果全部都带出来 那感觉是很棒的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自动带出来的话 基本上也会减少输入的错误 因为有人同学 有的人就是 他就是自己 就去想像 想其他栏到底可能是什么 就自己在那边Key了 结果Key错了他也不知道 那把这个资料给别人之后 别人才发现 哇头大了 里面资料错误一楼框 那错误一楼框怎么办 他要重新再去检查这个错误 那再去针对你的错误去 去做检查 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OK 请各位试一下 我有把最后我完成的部分 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